飞哥 陈队找你 好嘞 谢谢 经过主持的讨论 我们觉得 你是这次任务的最佳人选 毕竟你在新疆待过两年 不过 一路路现在的情况 去不去 还是由你来决定 那对于很多的新妈妈来讲呢 等不及了 是啊 多一天我都不想等了 我倒不希望她那么早就出来了 要不是她 你哪有时间陪我 对不起 我以后一定会抽多点时间出来陪你们的 后期啊 谢谢 等等 也许我们还会手机无措 所以我们该问一种怎样的自信 哎好 今天呢 就想和大家一起聊一聊 拍照这个事情 咱们就是很多的新妈妈 爸 妈 小飞 你真的决定要去新疆了 你们怎么知道 哼 要不是你陈叔叔告诉我们的 你还不知道瞒着我和你爸到什么时候呢 我跟你爸爸 坚决不同意 露露马上就要生孩子了 你这个做丈夫的 做父亲的 怎么可能不守在身边呢 妈 可是我是警察啊 哎呀警察警察 爸 你也是警察 你应该知道我的责任 责任责任 难道照顾妻子和孩子就不是你的责任了吗 我 老婆 看什么呢 你看 你穿颈服的样子都好看 可惜我只能在家里等着你 我 没事 你去做你该做的事吧 我和宝宝 都会支持你的 我会跟宝宝说 他爸爸 是个英雄 一年 治疗 根据刑络 在建筑里面 有三名恐怖组织思员 我们的任务 是活着他们 蛮 清楚了吗 来 进入 妈 妈 妈 来啦 别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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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家属请进步 请进步 老大 小飞一直不接电话呢 他应该在执行任务 不能带电话了 哎呀 真 老大 小飞一直不接电话呢 老大 小飞一直不接电话呢 小飞 小飞 好 陈队 陈队 我说丹飞 任务已经完成了 小飞 你稍等一下啊 小飞 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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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